你敢相信吗? 地球自转变慢将导致大地震时期到来 提起地震 相信大多数人第一时间还会想起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在这次地震中将近50万平方千米的地区遭到严重破坏 69227人在这场大灾难中离世 地震的灾害远比大家想象中的要更加严重 近年来科学家们在研究中发现地球的自转速度正在变慢 而这会导致大地震时期来临 如果真如科学家所预言 那么这是人类不得不警惕的事情 众所周知地球在公转的同时也会伴随着自转 由于地球存在自转 所以人们的生活存在着黑夜与白昼之分 在发现地球自转变慢后 由专家统计发现地球自转速度每100年的时间大约会减慢1.8毫秒 这个减慢的速度在大家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是感受不出来的 所以大家并不会觉得一天的时间有所增长 之所以会出现自转变慢的现象 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太阳对地球的潮汐锁定 潮汐锁定是指当某一个物体围绕另一个物体旋转时 该物体自转一周的同时也会公转一周 最为典型的例子则是地球对于月球的潮汐锁定 使月球失去了自转能力 所以我们平时看到的都是它的正面 相当于地球有一根绳子捆住了月球 而地球现在也受到了太阳的潮汐锁定 只是因为地球与太阳的距离较远 受到的影响较小 不过地球也因此自转速度变慢 而影响自转速度变慢的另一个原因 则是月球对地球的引力 地球对于月球形成一个作用力的时候 月球也会对地球有着一个作用力 而这个作用力会导致地球的自转势能降低 目前据消息显示 月球正在远离地球 当它远离地球到一定的距离后 地球受到的作用力则会消失 二者之间则会形成一个新的相互公转关系 地球自转减慢的速度虽然很缓慢 但是仍然会对地球产生较大的影响 由于世界各地地震灾害频发 有关学者对于地震的情况做出了相应的分析 在以前的学者们进行数据分析之后 大家发现 大约每隔32年的时间 大地震的次数就会增多 而据资料显示 地球自转的速度并不是以线性平均的方式在减慢 而是每隔25年到30年左右的时间 就会出现减慢的现象 但在近几年 专家们认为 地球自转速度的减慢频率 并不再是之前的25至30年左右 而是变成了34年一次 那地球自转变慢 修庆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 当自转速度在某一个时间点突然减慢后 地球的地壳所承受的力就会出现较大的改变 地壳运动则会变得更加剧烈 而地壳运动又会导致地震灾害发生 所以当自转速度出现减慢的情况 就会导致地震来临 地球上绝大多数的地震都是因为地壳的活动而导致的 而且这一类的地震会更严重 也就是说 每过三到四年之后 地球的大地震次数便会增加 特别是在七级以上的大地震 相信经历过或了解地震的人都清楚 七级以上的地震对于当地的人民以及财产 足以造成巨大的伤害 而随着太阳对地球的潮汐锁定现象越来越强烈 未来无论是地球自转速度减速的幅度 还是地壳的活动都会增加 最终地球极有可能步入一个大地震的时期 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的影响 远比生活中常见的火灾更加恐怖 而且不确定性也更高 现如今 地球自转速度减慢的频率也加快了 想要在面对大地震时轻松一点 就必须要提高现如今人类的自身实力 当然 想要能够更好地应对大地震时期的来临 科技的发展一定是排在第一位的 因为人类能成为地球生物链的顶端 就是依靠着人类不断地进步 在几十年前 人类对地震毫无办法 而在科技较为发达的今天 预知地震的来临已经不是一件难事 由此可见科技发展的重要性 有科学家设想 在未来通过科技的发展 可以创造出加速地球自转的仪器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对地球自转减慢现象形成一个缓冲 当然 未来也可以做好撤退的准备 且现如今火星被大家视为最有可能移居的星球 想要移居也需要经过大量的科技发展 虽然现如今已经有火箭能够将人类送到外太空 但想要将地球上所有的人都移居去其他星球 凭借现如今的科技发展是完全无法实现的 所以科技仍需要继续发展 除了为了全人类做好撤退的准备之外 在减缓地震灾害强度方面也需要不断努力 专家在研究之后发现 大地震更容易发生在人类生活密集的地区 由此可见 环境的改变对地震发生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减少环境的恶化 或许在地震来临的时候能够减缓地震的强度 为了避免在地震中更多的人受伤 对于房屋的防震性能也需要提高 现如今高楼林立已成现状 当地震来临时 身处高楼的人基本来不及逃生 所以提高房屋的防震性能也是迫在眉睫 房屋是人们的避风港 当地震来临时却成为了夺命的利器 只有增强房屋的稳定性和防震性 才能够保证在地震来临时争取更多的逃生时间 地球自转速度的减慢 与太阳对地球的潮汐锁定有着很大的关系 当地球真的出现潮汐锁定之后 完全停止自转 或许地球就来到了被毁灭的那一天 被太阳完全潮汐锁定的金星和水星就是一个例子 表面温度高达几百摄氏度 现如今科技的发展可谓是迫在眉睫 只有能够找到宜居的星球 尽早宜居去其他星球 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不过地球被太阳完全潮汐锁定是很遥远的事情 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降低大地的时期带来的威胁 今天都回来了 我们下期再见 第一转变